但是这一笔Hospitality Loan呢 我们是专门针对这些行业代码是71或者72的企业 很多企业呢 它需要去引进一些这个需要一些额外的现金流 去无论去进行招聘啊 去做这个Sales Marketing啊 还是或者去我去引进一些Inventory 都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 那么专门针对这一类行业 我们提供了这笔Hospitality Working Capital Loan 同样这些这些企业呢 可以跟我们来申请一个10万到50万之间的贷款 那么从利率角度来讲 也是一个优惠利率 浮动利息base基础减去1.05 也就是说跟前一个借款的利息是一样的 那么今天的话就是5.3减去1.05 是4.25的利息 也是一个无抵押的借款 那么同样是五年期 但是这个的话呢 有一个更优惠的条件 就是在前期我们可以申请最多18个月的 这个本金的延期还款 但同时这个也是一个有时效性的借款 截止日期也在于2022年的6月30号 但是这一笔Hospitality Loan呢 我们是专门针对这些行业代码 是71或者72的企业 比如说arts entertainment 或者是recreation 还有accommodation和food service 所以如果是您是处于这种行业 然后您现在呢 是有一定的现金流的需求的话 您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 针对的是受疫情影响的企业 也就是说您在疫情前 应该是一个活跃或者财务状况良好的公司 也就是2020年3月1号之前 您要保证公司是一个盈利的公司 那同时呢 您的年销售额应该处于50万到500万之间 用于申请这笔借款 因为它是一个relief loan 而不是一个startup loan 所以很大程度上 它是针对于咱们现在已有的这些加拿大服务行业 原创不易 点个赞吧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动力